师父好 各位全球的平甩之音 大家好 我是没门弟子 赖秉瑞 今天要跟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有位师姐她来信说 她的孩子年纪轻轻的 却得了老花眼 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书头对这个老花眼 有帮助吗 在回答这个 问题之前 先跟大家聊一聊 那个病症的起因 其实一般说来 我们会发现 孩子她的眼睛 基本上都是水汪汪的 是很灵动的 不会发生所谓的这个 老花眼 肝眼症 轻光眼的这个现象 这些状况 一般都是发生在老人的身上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是老人病 那为什么现在孩子 会得到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这跟家长们的这个身体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很多人啊 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去注意 吃了很多化学添加物的东西 又吃了很多的肉类 那现在的肉啊 其实在饲养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饲养的业主 都给他们打所谓的生长激素 刺激他们的生长 所以在这个人吃下去之后 体内累积了很多所谓这种荷尔蒙的东西 那你在这个生育下一代的时候 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传下去了 所以说在他们年纪青年时候 却发生这个身体啊 有一些 老化的现象 就跟我们的吃啊 有很大的关系 好 所以这个也是奉劝各位 师兄师姐啊 如果说能够开始吃素的话 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会更有帮助 那至于说现在这个孩子 已经有了这样的状况 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 也是要先把这个肉类的东西 要先能够尽量的不要再吃了 用素食的方式 其实可以更帮助我们的身体 更加的滋润 第二个就讲到所有的方法 来信的这位师姐的孩子 年纪很轻 大概才有三岁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叫他练功 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可以先帮他梳头 可是这个梳头啊 要记得不要用硬的梳子去梳 可以用软的 像刷子类的 因为孩子的头 它是头皮是软的 你今天用硬的梳子去梳它的话 一不小心啊 会把它梳到受伤了 所以可以用刷子 轻轻的去刷动它 就可以帮助让它的循环 从而改善它眼部的现象 那等他稍微年纪再长大一点 还是要透过练功的方式 会让他整个的身体啊 循环的更好 也更加的健康 以上呢就跟大家报告 谢谢师傅 谢谢各位评署之一 祝大家一切顺利